各位亲爱的伙伴大家好 我是Monica 很开心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进行我们的现代经流天龙八部 今天我们要进行哪一步呢 哇我们今天已经终于进行到天龙八部当中的二分之一都已经过了 我们今天要进行第五步 那么你们自己做的部分是否已经开始了 我们已经进行了四步的一个分享 我相信有很多的伙伴朋友们已经热烈的在分享这四步 那你们其他人是否也开始练功跟发功了呢 你们是否也开始能够传承教导我们其他也需要健康的人们呢 第四步的一丝二相分呼吸 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 而且能够迅速马上的去开启引导我们新人 能够很简单又有很好的感觉的一个体验 这个大地礼物的一个机会 帮助他们接受这个香气的一个洗礼 那在新人分享开始的时候 我们都建议你首发可以先发哪一步 先发第四步 让发功的第四步 一丝二相分呼吸 它就是一个能够引导新人正能量 成功分享的一个开始 那么今天我们要进行的第五步 也是一个简易的方式 能够马上让我们新人也能够感受到的 第五步就是我们的头部美容 头疗法 那今天的主题重点你就知道 会重点落在我们的头部 而且是在头皮这个地方 那你们都知道吧 头皮跟脸皮其实都是一样重要的 我们今天的主题头皮美容头疗法 就是要帮助大家能够去学习 做这个居家的简易的头皮的修复 还有紧致拉提我们脸部的轮廓 来帮助调节平衡自律神经 这是非常重要 这是我们今天课程当中要谈的三个重点 那一般皮肤科的医师也常常会告诉我们说 头皮屑如果很多的时候变很多的时候 它就代表着健康的一些景区 那有五大景讯 那通常我们知道 如果要养出好的健康的头发 一定要有健康的头皮 因为本身头皮就是我们皮肤的延伸 皮肤会出现的状况也几乎就会在头皮显现 那平常又很多人除了担心头皮屑之外 还更担心的就是掉发 最怕容易秃头 发量变少 那么通常的原因很多 最主要的就是压力情绪 或者是遗传因素 甚至有人是疾病的影响 或者是服用了很多的药物的关系 所以会让我们很困窘的头皮屑也是成因很多 那通常也是像头皮 你假如发觉出油很多 你的生活作息很不正常 或者常常吃辛辣的食物 这是我们很多人常常会有的因素 要注意 不要常常吃辛辣的食物 可能常常讲你还是不会听的 那有些人是因为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也会产生头皮屑的情形 像我们肠胃功能 如果发生问题障碍的时候 也会让头皮屑产生会多一点 那或者是内分泌失调的时候 也会导致我们激素的改变 也会产生这样的头皮屑多的情形 还有有些人是过度清洁 不少人因为头皮屑的出现都以为说 自己的头皮是头发洗得不够干净 所以就常常过度的去洗法 那其实这是错误的 因为过度的洗法就会导致我们头发会干燥 会缺水 反而会加重我们头皮屑的产生 那平常我们日常生活保健的时候 我们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购买 含有CPTG专业纯正调理级精油的 这些法师产品 也就是我们的沙龙级的 这些法师系列的产品来运用 是最可靠最稳当的 那今天我们就来谈谈我们的头皮美容 头疗法运用哪些精油来做这样一个调理 那首先我们要非常感谢高紫园老师 这是高紫园老师的一个原创 那他能够提供这么棒的一个手法 来帮助我们更多人能够在居家保健方面 能够更简易来学习 那这一套就是他这一次今年 2018年4月我们在北京精油疗法的康复理疗师 精英讲师的高阶班培训的时候 他给我们这么美好的一个课程 那还蛮遗憾的 他还是没办法录制成功 所以好像我就是一个一定要带打 一定要帮助带打 来让这个课程能够完整的呈现 那么今天要开始前我们还是要强调 我们的课程只是在于我们的内部教育来使用 我们所分享的资讯仅做辅助来使用 我们不代表有任何的疗效或替代疗法 我们课程当中所分享的产品是不具备任何医疗的效能 也不能取代医师诊断与治疗或者任何正规医疗的方式 在课程当中我们所分享的精油 请务必要遵守正确的现代精油的使用方式 使用期间如果有新人他们感到不适 那你就告诉他要暂时来停油 那多喝水 然后呢重新的调理之后 那使用前记得一定都要多咨询专业人员 咨询介绍你的这些老师们 那精油的美好是在帮助身体达到平衡 精油它不是药物 记得我们在分享产品的时候 不要去宣称这个疗效 邀请我们大家都能够透过这个健康美好的生活方式 来达到这个最佳的健康生活状态 好 我们今天一开始还是要谈谈 在我们人类历史当中 这个精油 这些草本的植物 其实呢在很早很早以前就已经被运用 你看在数千年在古埃及王朝时代 那个时候王公贵族王后啊公主他们就已经使用到精油了 那现在你看像我们的中国也是一样 在很早以前也是像本草纲木啦 我们的这些皇帝内定等等都谈到这些药草植物的一个疗效 你甚至在这个这个全球一直都不会这个绝版的 也就是常常会一直不断的再版再版 非常畅销的圣经 这个宗教书籍呢 在新约里面也谈到了 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 东方使者就带了三样的礼物 那这个三博士带了三样礼物 要送去给耶稣基督 那这三样礼物当中其中就有两种非常珍贵的 也是中东的圣品神圣的圣品 乳香墨药 它就是我们常称的树脂类的精油 所以你看从古老的埃及中国 在他们当中的这些祭司啊医生 很早就把精油当作药品来使用 那在这个不论是在我们的医学健康的疗效上 一直广泛的来受利用 那我们知道这精油的本身 它就是纯粹安全完美天然的一个大自然生命的精华 更重要的为什么那么喜欢它 因为它对我们人体完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好那到了16世纪的时候 这时候呢在我们中国有一位非常有名的李时珍 他写成了这个《本草纲目》 这一书的一个诞生 你看到这明朝的这个第五大名义李时珍 他就耗尽了27年的时间 他走访很多的地方 不断的去做实验 然后呢也参考了800多个书籍 那这当中呢 他还经过不断的三次的一个改写 然后呢又实地的考察之后 采集样本之后 然后呢才完成了这么一个一个著作 非常伟大的著作 好这就是我们古老中草药的一个智慧 好那里面就谈到了非常多 好我们我们所学习到的精油 好那像这里面谈的有治疗效果的精油 像生姜啦张树啦玫瑰好都是我们经常在现在常会用的 好所以呢精油 好它是目前来讲就是我们在各种形式的中草药当中 这些这些产品当中效力是最强的一种 好我们都很非常感恩 我们在现代这时候都能够体验到这些美好的 啊理疗等级精油给我们的好处 所以呢我们就要透过这样的方式 课程的学习让我们仔细的去了解 好这美好的大地礼物去了解现代精油 好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好 好从人类的植物学当中去获得很多的解决方案 来增强我们人与人之间一个美好的互动 来创造好我们对世界的一个感官的体验 除了了解之外你还要仔细地去认识好 本身精油它就充满的生命好 充满了他个人啊非常独特的植物的一个品格 人格好那他甚至是具有我们生命许多的一个集合体好 那如果大家不陌生的话有仔细听过我们以前的课程 在莫妮卡的呃线上any meeting的十大系统课程的时候 在情绪系统这里谈课 我们有特别仔细去谈到不同部位萃取的精油 它就具有不同的一个植物的品格特性好 有花朵类啦有叶片类香料类果实类树类好 他们都有自己专属的品格有不同的啊 他们自己出生的地方好 然后产生的一些啊这个独特的一个特性 所以我们说精油它是非常美妙非常具 其中具有非常生命的奥妙好 能够啊让我们去体会这里面非常多啊美好的能量好 再生的能量创造性的能量好 那在现代啊我们在西方好现在精油的权威 我们的希尔博士非常敬爱的希尔博士 他也谈到啊为什么我们要常常去分享这个精油 为什么啊这些精油有这么好的一个非凡的啊 调理的疗效跟抗衰老回春的疗效 他就从他的眼光啊他的专业眼光来跟我们分享有三项原则 第一个就是精油啊它本身就能够进化我们人体细胞的表层 它能够促使我们在这个细胞上面表皮层上面 荷尔蒙激素啦钛啦还有神经传导物质 或者其他细胞内的传导物质能够在这个表层上呢 能够顺畅的来进行那第二个精油它能够来抑制不良的 坏细胞的一个繁殖扩散它能够促进我们完美基因 好细胞的一个繁殖来进行一个量子的治疗 第三个是基因它本身就有重新编程的一个能力 来传达美好的讯息完美的信息能够让我们身体能够自行的来修复 跟自行的来疗愈哇是不是很棒呢 所以呢你要跟新人分享你不是只是在教他认识一个产品而已 你是在与一个最新崭新的一个形态的植物生命 来进行一个美好的沟通美好的对话 什么是精油呢 精油就是在这些芳香植物当中发现的一个天然芳香化合物 那我们理疗短级的精油CPTG专业纯正调理级的精油 绝大部分都是用水蒸气蒸溜法来萃取 只有柑橘类的精油它是用冷压法来萃取 功效非常强大而且安全没有负作用 那简单来说我们可以跟新人说精油就是从芳香植物的种子 树皮根金叶花朵果实 这些各个部位甚至全部的部位 全株的部分提炼出来的一个天然有机芳香化合物 使用精油有什么好处呢 它能带来平衡身心灵能够增强的免疫防御力 好能够美容调理肌肤 我们今天就是特别着重会在这个地方哦 它能够美容调理肌肤 好那它也能够寄抑菌杀菌抗病毒 好你用萱香的方式它也能够带来 能够净化空气 好那我们简单来说精油 它就是有这么美好的三性四能五高 哪三性呢 小分子性 芝蓉性 法相性 哪四能 能再生 能免疫防御 能补养 能抗氧化 五高 精油的五高 高浓缩 高渗透 高挥发 高吸收 高代谢 要常常记得要把它背起来 这么美好的三性四能五高 所以它能够发挥美好的一个作用 能够启动我们体内 我们细胞能够自我疗愈的一个功能来 好所以我们就要来好好的来应用 这些美好的理疗等级的精油 现代精油 那通常使用现代精油的方式非常多 基本来讲就三种 你可以用涂抹按摩 借着皮肤的途径来强化免疫 帮助排毒 好 那它也能够在某些 你选择的特定部位来产生美好的效果 疗愈的效果 那么今天我们就是要用这个方式来做头疗 头部的一个美容 一个调理来产生 让我们每一个人马上就可以得到满意的效果 那我们在一丝二相分的呼吸养生法里面 就特别强调第二个 借由嗅觉途径 借由熏香 嗅吸 来疗愈我们的身心 能够借由这样一个美好的嗅觉途径来刺激我们大脑当中 运作最快速的这个神经系统 进而来安定我们的情绪 进而来放松 进而来提升 那也能够来帮助我们的荷尔蒙调节内分泌这方面能够平衡 来启动我们全身的健康循环 那第三个方式在理疗等级的精油里面 你会看到他也可以选择当作膳食的补充品 营养补充品 你可以用内服的方式 饮品的方式放在水里面 饮料里面 果汁里面来饮用 好那今天的主题就是要谈头部美容 你们有真正在生活当中顾到他了吗 其实我们很少会顾及到他 只是知道常常要洗法而已 好那其实你看到头皮 好头皮这地方是我们全身老化最快的地方 好但是我们常常都会忽略他 因为常常尤其在现在 这个夏季炎热的时候 不仅高温难耐 但是你看我们头皮就很容易会出汗 很容易会油油腻腻的 好那头皮在这个长期 你看在这个闷热潮湿的环境当中 就很容易让细菌会滋生 会让我们头皮会产生发痒 或者是长痘痘 等等这些 那这样很多的不一样的头皮问题 就会跟着来 随着头皮的老化 就会开始年轻化之后 你看很多人这个秃头调法的问题就提前来报道了 好所以除了气候的因素之外呢 我们每个人其实我们现代人的步调 生活步调很紧凑 生活压力不小 好还有生活作息习惯不当 好其实这样的原因就会连带的影响我们头皮的健康 好所以呢要注意哦 你看头皮是全身老化最快的地方 它自由基的含量是我们脸部的六倍 是身体的十二倍 所以如何来正确的来帮助自己的头皮 好能够保持健康 延缓它的老化 摆脱这些掉法的情形 维持健康呢 好今天我们就要来学习这个头部美容的头疗法 好那我们先来看看头皮老化的一些症状 好这些症状呢 哎这边莫妮卡会列出一些多项问题的指标 你们大家来检视看看自己 好你们有没有符合到莫妮卡提到的这些老化症状 如果提到有四到五项以上 就代表你的头皮正在超龄的演出哦 好那第一个就是个人的压力以及生活作息不正常 好还有换季的时候季节交替的时候 你是不是常常会有头皮屑或头皮痒的问题呢 好或者长时间你常常待在室内空调的环境当中 好或者有些人啊 头皮是长期处于闷热的状态 有些人喜欢戴帽子 好觉得很漂亮的 好一整天都在戴的 或者是骑机车的这些摩托特骑士 好他们戴这些安全帽也会产生这样的情形 好那法量逐渐变少 你会发现没有像五年前那么多的时候也要注意哦 好那有些人是体重你没有增加 好但是脸看起来就变大了 好这样的情形也是要看可能也是头皮在老化了 好还有呢你会发现头发越来越细 好像Steven就有这个问题 好所以发量越来越少了好那常使用开架式的洗法精也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经常在外面洗法好要注意你可以自带好自己理疗等级的这些砂隆级的美法用品 护法用品好去清洗手头发好那有些人是头皮油脂分泌过于旺盛好你要看看哦 如果你符合我们刚刚提到的四到五项以上那么你的头皮就开始在超龄演出就代表老化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所以想要让你的头发有再生的能力要注意就是在毛囊这个地方好 所以健康的头皮跟毛囊才能孕育出我们健康的头发 所以我们赶快来学习这个非常简单的天龙八部的第五部 头皮美容头疗法来帮助我们做角质的代谢 帮助我们做深层的净化头皮油脂调理 帮助我们的脸部能够回春能够拉提抗老化 所以想要青春美丽就从我们的头部开始就从我们的头皮开始 所以要去了解我们自己头皮的属性 在生活当中你也要好好去慎选洗髮精 然后定期的来保养头皮做正确适合自己头皮的护理 那维持我们头皮的健康让毛囊能够产生一个良好的身法的一个环境 所以记得一个最基本的你一定要尽量避免自己去使用 比较含化学物质太多的这些法品 还有染法剂、抗法剂 让你的生活规律 然后少吃我们刚刚说辛辣的食物 那避免常常过度的曝晒 做好我们头皮的一个防晒的动作 那这里有三大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 借着这样一个美好的头皮美容方式 来帮助我们平衡我们的治愈神经 因为本身头皮上就密布着许多神经 它的神经末梢跟我们的血液 那我们透过今天这样一个头疗法 能够让我们的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能够得到刺激 那它也能够促进我们身体的微循环 因为本身我们人体就13个全息区 那头部它就占有大半数半数以上的全息区 全息区所以透过这样一个按摩 它可以来刺激我们的穴道 进而来启动我们身体的循环 那这个我们人体当中 各个局部的部位 有时候就是代表我们人体的一个缩影 像你看我们常常我们在第六部跟 第七部跟第八部的时候 我们就会强调一些部位 好那这些部位也是人体的缩影像我们谈到的脊椎啦 脚底啦手掌心啦耳朵这些都代表人体的缩影 好那这会覆盖我们各个局部器官表面的皮肤 跟这些全身各个部位你会发现它是紧密相连的 好所以呢分布在各个脏腑器官的全息区 好也是很重要的好皮肤就是我们脏腑功能活动的一个表现 所以呢我们要好好注意好头部这个地方也是个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就已经强调有占一半以上的全息区好那再来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功能 就是头梁能够帮助我们紧致轮廓而且马上从肉眼就可以发现哦 头部的皮肤它是被我们头发覆盖是我们很多人在保养的一个死角所以呢头部的老 老化速度是很快的所以要好好的来做这个地方的照顾 你就会发现脸部的拉提也能够帮助消除这个松弛的情形跟老化的情形 好那所以呢你就知道为什么这里占了一半以上的全息区 你看心脏你看这个头皮上面分布的反射带的拳头的分区 好那你看到中间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脊椎先骨这些地方 好那两侧你看到就对应不同的内脏器官好 好那左手左足好那你的这边另外左边这边是右手右足好还有对应的我们的荷尔蒙啊耳朵等等这些部位 所以呢简单其实头部整个就布满的静落穴道 所以呢我们要经常去做按摩也是非常棒的好还有头部的舒压 好或是刮沙也都是很棒的好你再看看这个表里面 其实它就对应着好对应着我们的反射区 人体的器官内脏组织就分布在头皮好这些反射区 所以呢今天的方式呢我们就会用棉花棒好来做头部穴位跟经脉的啊进行就好像是啊针灸作用的一个刺激 来促进疏通我们的经络好因为我们头部你看右边这个地方就对应着经络穴道好 所以呢我们常常重视的在正中间上头的这个百会穴好所以借着棉花棒沾着精油好我们来涂抹在这个 细部好这些头皮的地方就可以来帮助我们头部的经络 气血能够通畅好促进它猪羊上升百脉调顺阴阳和谐而且它具有的疏通经络运行气血清新醒目开窍凝神平干洗风的一个功效 是不是听起来超级棒的好所以呢好好的善用头疗的方式也能够来帮助我们血液循环来调节我们的神经功能能够消除劳累好 还有疲倾能够清新明目提神醒脑等等多种的作用平常在康复理疗五手法在头部的疏压是用着我们的指腹所以没办法去照顾到很多的地方好那你借由头疗的方式每一个经络穴道你都能够借着棉花棒沾取的精油每一个地方都能够很仔细的好去带到好所以呢那个效果就会看得更明显好我们平常做疏压薄荷的调料 只是舒缓头痛的问题但是如果你进行很好的头皮美容这个头疗法的话你就发现它的功效是非常多的好帮助整个血液循环帮助整个调节神经的功能好然后呢很明显的哦就会有这样一个头皮美容带来的一个年轻的效果就是让我们整个脸部的皮肤就会有拉提的作用 所以记得我们在帮助新人去体验精油的时候绝对不要做整套完整的一个服务好记得先做一半好做一半的这个头皮头疗的这个方式好让他来看看两边我们的脸部两边是不是就像这样会有极度的一个差别很分明的差别 所以你会看到皮肤会有上扬拉提的作用而且呢你会发现这个脸部的光泽度皮肤的光泽度也会提升 所以呢我们就要好好来做头疗因为做头疗它的好处多多能够带来十大的保健因为它就能够帮助我们来疏通毛囊去除皮肢堵塞的情形它能够清洁头皮能够去除头皮的角质好第三个它还能够来滋养我们的毛囊能够去除化学残留的物质好那第四个它还能够活化我们的毛囊细胞 促进毛囊能够做新陈代谢第五它能够调理我们的发质能够预防头皮老化造成的脱发情形好这是很多人尤其男生好特别重视的第六个好本身还能够带来杀菌消炎能够去有质养好那它也能够缓解脑部的疲劳立即释放我们的头压而且能够帮助我们改善睡眠的品质也能够帮助改善 脸部肌肤松弛来恢复年轻好第十个它能够帮助我们舒缓头痛偏头痛哇是不是很棒呢 所以呢平常我们的生活保健就用这个精油的头疗法它就能够带来很明显的效益 你只要做一次的头疗就等于做了六次的脸部的一个保养一样 所以呢做一次的头疗就能够解决非常多的问题让我们每个人都开开心心的 那今天的正确的仔细的完整的头皮美容头疗流程 你在帮助新人做的时候可以做一个先做一个专业的咨询 能够做一个简单的一个问卷调查好 那知道他的生活习惯作息啦 那他的皮肤的状况是属于哪类的 那问还有他喜欢的精油或不喜欢的精油的香气 你都可以问清楚 那专业咨询完毕之后呢 我们就来一开始先让新人 尤其完全没有用过精油的 能够先启动一色的香氛嗅吸 让他指引新人能够带来一个正能量的一个想法 看法引导他能够真正的去感受精油带给他体内美好的一个作用 所以你就按次序用柠檬野菊薰衣草乳香最后薄荷来做嗅吸 做一色的这个香氛嗅吸来达到一个提神醒脑的功效 然后呢 我们再进行书法放松 你可以藉由用自己的按摩书籽或者是刮砂的特别的一个专属的按摩书籽刮砂板来放松 那简单来讲像今天高子元老师就建议我们可以用手边已经可以有用的利用的精油的空瓶 用平底这个地方来输待会这个你们看影片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个示范的情形 所以记得就先从前面往后顺输 然后再往前倒输 我们可以去梳理掉一些法上的一些灰尘造型品的东西 然后我们就开始涂抹精油 涂抹精油呢 记得就是用棉花棒来沾取 然后在我们的这个法际线这一条一条来做这样一个涂抹 那记得涂抹不要来回涂 要做单方向 就是从前面就往后面这样一个方向的涂抹 那每次的疗程你也可以使用一般的你在平常吧 你可以使用乳香或者是心情套足的精油也非常好 然后呢你可以用Z字的手法做完用Z字的手法来帮助头皮做深层的循环放松 那完整的一个头疗的过程你还可以加上做颈部的按摩 有时候头疗一个过程当中你可以一个小时 完整的一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半来做一些细部的服务 颈部的这个按摩 那加上手部的按摩 加上脚部的按摩 这些那最后呢在尾声的时候来做一个祝福 你可以稍微用你的手掌由它的背部中心这个地方 往外轻轻的安抚平补它来帮助身体的背气能够排除 那今天建议头疗的精油 我们给新人常用的 我们会建议大家来用这一支非常棒的完美修护腹方 它是一个能够修护完美反转青春的回春秘方 如果大家有上过莫妮卡的家庭用油 我们在一两年前分享 Steven头部他常常会长一些痘痘啊 那时候的问题我们就是用这一支精油 能够来改善的 所以这里面这支精油呢是专家特别独特设计的 里面含有专业纯正调理级的印度乳香跟柑橘 还有柠檬草白里香 夏季香薄荷 绿花白千层 好 那这些呢 组合 你只要用8D 它就能够提供超过OREC 就是抗氧化指数会超过5000 这样一个美好的一个效力 它是一个非常优质的这个抗氧化剂 所以它能够抗我们身体内的这些自由基 那能够帮助反转帮助我们细胞 能够再生 避免受到自由基的攻击 那这里面呢 最重要它还能够支持我们健康的细胞 能够正常的凋亡以及新生 那所以呢 平常我们在做保养身体 常会长东长西 会长息肉的啦 有常常不好的细胞在身上 我们常说的这些癌症啊 肿瘤细胞 在平常的这个辅助保健里面呢 我们常常就会每天都会建议大家 要好好用这一支 那通常还会搭配乳香来使用 这里面呢 你会看到它的组合 乳香百里香柠檬草的组合 就是在做预防DNA的损伤 那帮助细胞能够做健康的凋亡 让它该死掉的时候就一定要正常的循这个步骤 把它消除 那么就是有柠檬草跟丁香还有绿化白千层 那提供一个非常高的抗氧化作用里面含有这个柑橘 以及夏季香薄荷的组合 所以呢这支我们通常都建议大家可以内服来使用是最好的 那本身在国际市场面就设计成这个有植物性胶囊的这个DDR 你可以每天早晚来使用它 那我们有些人拿不到这个胶囊的你就可以自制 你可以用这个精油来点在这个植物性胶囊里面自己来内服使用 或者你也可以用涂抹的方式来进行 那么今天的头疗我们就会选用这支非常棒的精油 那它常常跟大家搭配使用的就是我们的国王精油乳香 有时候你单纯用一支乳香来做头疗也是非常棒的 一般DDR这支呢就比较辛辣一点 所以记得如果做头疗的时候一定要再调叶子油 如果用DDR的时候要调一点 那乳香这支它是属于素质类精油 我们也建议能够用1比1的比例调和稀释 这样子来涂的时候会比较好涂 之后呢皮肤 头发才不会觉得黏黏腻腻的 那这支裙方位的油 本身就能够帮助回春 没有问题 就帮助我们的头皮 就像脸部的皮肤一样 帮助回春 帮助抗皱纹 那在头皮方面 你看它还可以帮助很多的问题哦 尤其是脑神经方面的问题 因为这支本身就是相自备的油 而且它也能够帮助调节我们的内分泌 荷尔蒙的平衡 还有一支精油也非常棒 就是我们大树类的精油雪松 我们常称的生法三宝 雪松迷迭香还有薰衣草 所以今天在头部 有关这个法师的调理 你看要照顾头皮 这支雪松就非常重要 平常我们薰香秀息 可以帮助健康的呼吸 可以帮助放松 你把它涂在皮肤 添加在保养品里面 也可以帮助肌肤的洁净 健康 然后绑皱纹 但是今天在头疗里面 它又可以帮助 建跟我们头皮 还有我们的毛囊的一个健康 是非常好用的一支油 除了大树类精油之外 还有这支 我们刚刚说生法三宝 其中之二 就是这个花香调的精油 薰衣草 薰衣草这支本身就是 很好的皮肤用油 也是能够帮助细胞再生 那又能够美白 美白我们的肌肤 那用在头皮 它能够大大的来放松 能够护法养法 在我们的法式系列产品里面 都会含有薰衣草 还有刚刚提到的雪松 它是一支非常棒的松弛 我们神经稳定情绪的心灵保养的用油 能够带来爱的觉醒 幸福感以及创造力 所以好好用这一支精油 单一支使用也有很好的效果 最后要调的精油就是这一支薄荷 薄荷呢 这一支非常棒 也是全球非常广泛巨人气使用的精油 而且男性又特别喜欢 因为它能够让我们的皮肤产生清凉感 有质养的效果 尤其在夏天这样的季节 头皮的护理我们都一定会添加薄荷 因为薄荷也能够抗头皮屑 用个做头皮健康的一个护理 常用的用油 那本身这一支还能够醒脑 增强记忆力 能够因为它清凉的香气 很明显就能够帮助我们提神 所以是一支非常好用的油 那今天我们的做涂疗不会每一支精油 做分层涂抹 我们会把它调和在一起来使用 那最后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在新人 你在问卷调查要问清楚 他的皮肤如果特别是敏感性肌肤 一定要调这个叶子油 因为他不会去改变精油的化学成分 特别还能够滋润肌肤 能够清爽不油腻 不容易变质 能够产生更好的效果 能够降低敏感肌肤的不适反应 我们会选用这个分流性的叶子油 那有些人会喜欢用纯精油 但是我还是建议要稍微稀释 你可以用1比1或1比2的方式来稀释 那样是比较安全的 那平常保养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自己就用这个已经调和好的精油 因为这里面就有8种精油 我们这个沙龙级的头皮健康滋养液是非常棒的 它专门就是设计来做头皮的一个护理使用 帮助健康的 里面有薰衣草 薄荷 马玉兰 雪松 喜木薰衣草 迷迭香 绿花白千层 以及油加利叶 里面就有我们今天谈到的三日之精油 薰衣草 雪松 跟薄荷 所以它能够特别照顾我们这个头皮 保护我们的脂质 保护我们的这个头发 免于受这个紫外线的侵袭 还有染烫造成的髮丝的损伤 那它也能够促进我们头发健康 改善 能够进行我们头皮很好的健康护理 好 那今天我们要调和的用油 在上一个之前的一直播里面 我没有特别增加这个 我想说还再把它增加出来 让新人能够简单知道怎么样来调和 因为那影片的声音比较小声一点 所以呢 我们要调和头皮美容的头疗用油 紫园老师就建议我们可以用完美修护 DDR10滴 乳香10滴 雪松10滴 薰衣草10滴 最后薄荷 薄荷不需要太多 因为比较清凉性 3滴就足够了 因为本身就能够加速吸收 那这些通通调和在小瓶的空瓶里面 5毫升的金油 其实就够放了 然后再加上对等的椰子油 你可以加43到56滴 这样的比例 你就把它装在空瓶里面来调匀 然后在每个部位 记得你在涂抹在上去的时候 每一道分济线在涂抹的时候 记得就做5到10次 做重复的做5到10次 那如果觉得太多 紫园老师有提到肾的油 你可以再做手部跟脚部的一个 这个经络的排毒 好 所以我特别 请我的每边画了这个图 让大家马上就可以看到很清楚 我们做书法放松的时候 你可以利用这个精油的空瓶 这个瓶底这个地方 来做梳理放松 往后顺书 来输掉我们灰尘造型品 那第二个就是拿我们的棉花棒 沾取我们刚刚调和好的 这些头疗的精油 然后从中间 今天如果你要做示范的话 给新人的时候记得 只要做一半就好 让他去看半部做完以后 跟还没有做的脸部的效果 你可以做放射性单方向不来回 那当然你平常也可以使用 乳香跟心情套足来使用也可以 好 那接下来呢 这是我自己增加 如果像你这样在滑行的时候 有时候不是觉得很仔细的话 你要做深层的一个循环放松的时候 你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稍微Z字形去画 会很舒服 就好像在按摩一样 好 那最后你再用平底 做一个Z字形的手法 来帮助再做再次做放松 好 头皮的放松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头疗 好 很喜欢吧 你常常做头疗天龙八部的 第几步了 这个是第五步 对不对 哇 你会发现从第一步到第五步 哇 如果我们常做 你会发现哦 真的会很明显的发现 当你常在做精油疗法的时候 会慢慢的让我们远离药物 你会发现我们的健保卡使用的次数 也越来越多 越来越少 不好意思 然后呢 你会发现好处越来越多是什么 能够让你降低机会去看医生 你会发现进出诊所的机会 进出大医院的机会会越来越少 是不是很开心 你可以把健保卡付的钱 这个一个保险费用 可以去帮助 无形当中就可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急性重症的人 让他们去做这样一个调理 你就是一个帮助别人的一个贵人样 好 那我们平常在居家环境当中 就可以用这些芳香 分子我们这些精油 来调理我们身体的健康 在居家 你可以用这些饮品 你可以用我们的这些精油 来做一个护理 所以我们要建构一个健康生活形态 我们常常在梅堂课 Monica的线上课程 在最后一定会加上这个 会告诉你们 使用精油非常美好 但是它不代表可以取代所有一切 记得你还是要做你自己的部分 像今天的头皮系列 这个问题呢 其实也有很多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的生活作息 所以先做好你的部分 正确的饮食 适当的运动 适当的休息 舒压 尽量降低外来的有毒物质 那么在自主健康护理这一块 你就可以选择非常多的天然疗法 辅助疗法 来帮助你 好 那我们今天推荐你的精油 植物精油疗法 就是非常美好的一种 价钱又不昂贵 然后又马上立即明显有效 然后又是全家人都适合使用 全年龄的人都可以适合使用 非常安全 而且用了是怎么样 马上感觉到非常快乐 好那这就是我们要极力推广的 健康的使命 我们也鼓励大家 能够好好来学习我们的天龙八部 那当然生病的时候 还是要寻求积极的医疗 你要先去看医生 知道你是什么症状 然后我们再来选择正确的方向用有 那么你就会觉得很开心 在生病当中还会很开心 而且生病的时间缩短了 很快的帮助你能够进入健康 那这是我们对于亚健康人群 要做的一个自主护理的一块 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学习到 这今天美好的课程 那我们在一直播里面有另外开一个 就是这个头皮美容头疗的一个示范的 影片教学 好因为上次放在这个PPT里面的时候 变成会lag会停的停掉后 一直播的讯息就自动会断讯 所以呢今天我又重录了 希望大家能够听到完整版的学习 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Monica非常喜欢这个网址 就是我们特别的现代精油专家 就在这个网址里面有四大个分类 从植物方类 植物方向植物来认识 你从身体系统来认识 精油使用还有常见的健康问题 还有里面有很多的精油的研究数据 研究的连结网址你都可以看得到 如果是医护人员一些专家想要知道他的研究 数据的话都可以来探索现代精油的世界 从这个二维码来扫描 你就可以进入里面来学习 鼓励新人也可以常常从这里面来学习 最后我们也希望大家学习现代精油 除了课程上的学习 手边有参考书 有辅销书籍是最重要的 这样的学习效率才会增加 我们里面有经络 现代精油的经络按摩篇 有全日呵护的入门篇 有小百科 有现代精油A2Z的生活应用 还有给新人的这手脚的 全精油的指南电板 脊椎电板 我们在下一堂课 下堂课都会提到 还有一本现代精油刮商 我们跟中国非常知名的 国家等级的杨金生教授 所合著的这个现代精油刮商 都是非常棒的书籍 鼓励你们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 进入里面来采购 这些书籍帮助你在学习 现代精油的知识 能够不断的增进 帮助更多人带来健康以及快乐 那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 那台湾的部分 你们可以在这个北中南 我们的地方你也可以用电话来 这个订购 好 我们有繁体版 在台湾有繁体版 那在大陆 All Your War 网站里面 我们有简体版 好 那鼓励大家 好 要把这好的讯息 跟新人分享 那他们手边有 这个辅销书籍 在学习的时候 你就会更轻松 好 那他的学习效率 也会更提升 好 这是我们今天的课程 感谢大家的聆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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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